我自己的歌曲創作的靈感 其實是來自四面八方的 我自己的三張唱片其實都很不同的 那個靈感 我第一張唱片其實就是真的比較抽象 有時候有些地方、顏色 一些很抽象的感覺 但去到第二張唱片就開始是故事了 一些貼身一些的一些經歷 或者我朋友的一些經歷 去到第三張唱片其實又是想 combine 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無時無刻 將你的眼睛和你的耳朵張得最大 什麼都要聽什麼都要看 盡量就是用這些來啟發你的思維